因為傅崑奇一直力推說 國會調查權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個政策是個好東西 好東西當然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在花蓮就無黨的聯盟 去跟花蓮縣長徐振衛去推銷 傅崑奇也要推了這個 在花蓮先實施 看花蓮是不是也要議會 擁有對行政官員的一個調查權 藐視議會罪等等 那當然徐振衛在花蓮的 這個縣議會裡面的話 是沒有同意啦 他就只有說尊重議會的這個決定 表情看起來是有點尷尬這樣 結果立法委員審發會 就拿這件事情去問傅崑奇的時候 傅崑奇就生氣說 人渣 人渣 一般來講會罵人渣 就是你做了傷天害理的一個事情 例如說捷運殺人案 這個兇手就是人渣 所以說到底傷天害理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兩個可能 第一個 這個政策本身傷天害理 第二個 他老婆本身傷天害理 那就是兩個可能性 要不然就是政策爛 要不然他老婆很爛 就是這兩個狀況 要不然的話 叫你回去跟老婆好好溝通 對 為什麼這麼生氣 為什麼要這麼好生氣的 你一個好政策 回到家裡好好溝通 還是難道說他不想回家 因為那個禮盒還沒有收還 所以說這個家裡很亂 不想回去 家裡都那麼亂 你還叫我回去 你這就是人渣 什麼解釋都覺得非常的奇怪 沒錯 但回過來講 傅崑奇讓人覺得最離譜的事情 是在於說他在立法院殿堂裡面 一直說他無罪 然後說他是什麼 什麼五星級現場等等的 這時候大家還是要複習這個精彩的 在2021年4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個中研院的研究員 指出說權貴犯罪就是不一樣 說他這個假釋的話 為什麼可以提前假釋 權貴犯罪果然是不一樣 證明為何權貴想盡辦法 都要到外意間 所以認定是說 他確實是有炒股犯罪一個行為 而這個人當然不意外的 就是黃國昌 他本人就黃國昌的發文 所以黃國昌過去就是說 傅崑奇就是權貴犯罪 現在就站在罪犯的一個旁邊 然後傅崑奇他剛剛也有提到是說 他講到刑法第100條 說什麼民進黨過去就反刑法第100條 為什麼現在可以拿意圖犯來辦我 我現在簡單的跟大家解釋一件事情 過去刑法一百條 裡面是沒有強暴或脅迫左手實行 這紅色這個字的部分 只有意圖破壞國體 竊據國土 然後就可以去判到七年以上的 這個有期徒刑 那後來在九零年代初 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二年的這個時候 整個黨外運動都要講到說 要把這條加進去 要不然的話 你光是想一想 或者是說你在家裡面莫名其妙 就會被入罪 所以就加入了 你要強暴或者是脅迫左手實行 才會符合100條 這歷史脈絡 而傅昆琦他所犯的是 證券交易法第155條 第2第1項第5款這個 連續或實施申報或買賣 而相對成立者 那傅昆琦的律師 在高等法院裡面的話 我有看過那個判決 也算是有點做功課 他辯解是說 因為傅昆琦買的量沒有到很多 所以說他影響到股市的趴數 並不高 因為這樣 可是法官在最高法院的時候就講 是說這件事情根據一百多頁的證據 證明他就是有罪 所以就直接駁回了 他的上訴的這個申請 就有一堆買賣的紀錄 證明傅昆琦確實有買的股票 只是傅昆琦的律師也說 買的不夠多 不算是意圖要操控股價 不算不算 那法官就不接受 然後三審的就已經定業了 這個事情也就官還出來了 結果拿這個事情 去跟刑法100條 硬要扯在一起 真是莫名其妙 那傅昆琦現在 大家還在那邊講到說 他過往以來的政績 大家都津津樂道 就是送了很多禮品給大家 有幸福花蓮跟徐振惠的 然後這個也是個馬克杯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這個進了他這個校像的 學生聯絡部 作業本作文部 小學生中學生 去寫一個這個作文 到底為什麼要看到傅昆琦 跟徐振惠這個臉 背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這跟他們學習有什麼關係 學習你要去炒股嗎 你乾脆在這個小學生的 這個聯絡部上面就是講說 請大家這個要守法 不要做一個炒股票的這個人 最離譜是說 為什麼連名紙上面 都有花蓮復婚旗進行 你這邊燒名紙 那這時候 為什麼還要去看到復婚旗 這意思是什麼 他拿了一堆這個資源 不知道哪來這個錢 做了一堆有的沒的 這個政策宣傳品 但對於花蓮 真正所需要的種種的建設 卻把它放在後面 這次正在一震了之後 就發現是說 很多地方的一個防震檢驗 抗震系數是不足 市府過去都在做什麼 現在這個縣府的話 很多民眾會擔心說 那我這個住戶要怎麼樣去重建 這些問題都是 復婚旗身為一個花蓮立委 必須放在首位去考量 就是他想的 不是怎麼去幫助花蓮的災民 災害重建 卻在國會裡面 毀線亂在那邊亂搞 所以最後我講說 他們現在就在想說 這個監察院一定要廢 然後黃國昌也要說 這監察院沒有用等等的 你要廢監察院的話 民進黨過去確實也有類似的一些提案 可是這個民進黨一直覺得要三權分立 所以之前考試院都會一起去廢 那所以說如果你真的要提修憲 那就大家來提 大家兩個版本提出來 看哪一個能夠爭取民眾的一個認同 我想到最後的話 他們最後考試權不敢廢了 因為考試權一廢就回歸到行政權 而且民進黨講了廢監察權的話 還是要回歸司法體制 由法院的法官 檢察官來決定 而不是由國會無限的擴權 所以光是要廢考間這件事情 如果要正面對決的話 那復婚綺跟黃國昌就儘管放馬過來了 好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召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到4點 等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12點友善字幕版等你一起來